黑瞎子岛,又趁熊瞎子岛,福远三角洲,是位于中国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处的一个岛系,历史上是中国的固有领土,1929年被苏联占领,黑瞎子是黑熊的东北化方言词。 公元1854年,清政府在岛东北角,设立了乌苏里兰戈卡伦,边防哨恰。他在中国的行政区画中,归黑龙江省福远市管辖,1901年逢德路、格云山、格夫克、赫哲族等15户人家商道居住。 但自从1929年中东路事件后,前苏联金俄罗斯,一直对该岛失师管辖,隶属于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。它是三面环水,自成体系,全封闭的岛屿。 由于哈巴罗夫斯克近邻黑瞎子岛,是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门户,所以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。它又是黑龙江出海通道的恶口,经哈巴罗夫斯克顺黑龙江之下, 可池达妙街,过达达海峡,在底库叶岛。与此同时,哈巴罗夫斯克又是西伯利亚大铁路,通往海深崴的咽喉,黑瞎子岛上栖息着大量珍稀野生动物,有丹顶鹤、黑鹤、鸳鸯、红燕、棱皮龟等。 在环绕的黑龙江极其支流和河滩湖泊,中生活着大马哈鱼、寻黄鱼等多种鱼类,游客在这里可以参观东方第一哨边防哨所,河边境界飞合影,在只有一户人家的乌苏镇,欣赏自然风光,体验边陲风情。 崇明岛是长江三角洲的冲击岛屿,中国第三大岛屿,面积1268平方公里,人口约82,15万,岛上地市平坦,土地肥沃,自然环境优美,适合修身养性,崇明岛持续受到长江泥沙堆积,每年增加5平方公里土地,预计在50年后河北边陆地接壤。 地处长江口,是中国第三大岛,被誉为长江门户,东海盈州,是中国最大的河口冲击岛,中国最大的沙岛,崇明岛城路已有1300多年历史,海拔山,5-4,5米。 全岛地市平坦,土地肥沃,林木茂盛,物产富饶,是有名的鱼米之乡,且该岛因为各种地理因素,面积每年增长约5000米。 上海崇明岛地处长江口,是中国第三大岛,上海崇明岛地处北亚热带,气候温和湿润,四季分明,夏季湿热,盛行东南风,冬季干冷,盛行偏北风,数典型的季风气候亚热带季风气候。 台风、暴雨、梅雨、干旱等是常见的灾害性气候,崇明区辖有13个镇和3个乡,区政府所在地,城桥镇,是全区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中心。